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自己常常讲 中国现在的经济出问题了 特别是他的地方政府 应该讲的第一个是 你在COVID-19的期间你封城 封城了以后你的经济下滑 特别是你的房地产大幅下滑 大幅下滑你要花很多钱 我干嘛我要去做筛检 我要去做治疗 这个对他的经济造成很大压力 那干嘛我要开始收 我开始收了以后 有一个我觉得不可思议是 他居然把城管的人数大幅的缩减 以前中国去控制他的老百姓 控制是城管的 打人的踹人的抓人的都是城管 就现在你在中国不容易看到城管了 对吧那个城管 中国城管过去是非常非常嚣张的 你看这个打人就是城管 跟流氓没两三是可以直接去踹人的 而且他不只踹人 他想打就打 想踹就踹 对 而且他在执法过程中 比如我们看一下后面 他看到老人家说推就推 那个阶梯是非常非常抖的 直接把人推下那个阶梯 甚至除了阶梯这个推人之外 甚至打人联合围殴的状况 也常看到看到那种小贩 他们正跟流氓没两样一起 你看围殴这种小贩 甚至围殴小贩过程中 城管还会拿刀子去砍人 当然不是真的拿刀子砍 但是城管就亮出那种长刀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城管 过去的状况是多么夸张 那在疫情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会缺菜吗 对 城管直接去抢家菜 把人家菜抢掉 然后整个打翻 然后把菜该拿走拿走 所以城管过去在中国 真的跟流氓没两样 有牌的流氓 可是现在牌谁 城管现在怎么样 没工作了 集中失业了 现在城管 真的失业了吗 对 我们现在看到城管 你看过去那么嚣张 既然这个拉红不条 维权 集体讨薪 新官不认旧账 还城管职工公道 对 很惨 那为什么会遇到这个状况的 老婆我们戴怀 因为在今年3月 中国的国务院竟然弄了个方案 国务院机关改革方案 中国国家机关各不能 人编制 同意按照5%的比例进行经济 所以现在的这个裁员 是国务院下达的这个SOP 养不起人了 对 我就是要下达5% 所以想法 我不要说我们黑你 是你国务院自己弄出来的 所以现在 你自己都贴白布 对 贴红布条了 对 城管自己都贴红布条 所以现在各个省份 都在这个公开 说我捡了多少人 我捡了多少人 因为这就是国务院下达的 好 那现在今天 很多城管警察都失业了 对不对 现在这样遇到什么状况 中国现在既然这样 你看这个画面 是公安上车 上到街头 要去做这个所谓的 交通警察的工作 其实他们普通的 指挥交通 拦查的是交警在做的 不一样 对 公安比较偏 像是我们那种刑事组的干员 一般不指挥交通 可是这个公安很惨 这网路上中国在乐传的一个视频 就是公安跑去指挥交通 然后拦截指挥交通 发现这个货车 这个是违规的 还要开发 那交警呢 对 货车实际就说 你又不是交警 你开我单什么 然后公安就说 我们是一样的啊 他说哪里一样 你就是公安 你没办法开罚单 好 那这个大家有时候觉得说 公安总是算是警察吧 另外一个更惩 另外一个是有个私家车 开车经过重庆市的蓬水线 结果被人拦下来 拦下来他就刁难啊 说要罚钱啊什么东西的 发现他就很刁啦 他就说你车上没有灭火器啊 没有急救包啊 然后没有这个三角 谁会去拦这个 都叫你罚一百块人民币啊 结果呢 那个人就问说 你是谁 你凭什么罚一百块 你是警察吗 你是公安罚 就都不是 就被逼急 那你拿证件给我看啊 否则一般人 你凭什么我要给你钱 对 拿出来是这个应急局的 是这个省 是省里面 那个县城里面的一个应急局的部门 那跟公安完全不同 他就是一般的公务员 所以变成是说 现在很多指挥交通的都没有人了 然后应的那种一般的公务人要去啊 然后公安也要去指挥交通啊 甚至更惨事情是石家庄啊 最近报一个新闻 没有钱怎么办 滥开罚单啊 石家庄啊 派出所的所长啊 把所有的警察啊 分三班 分成三班之后呢 就去拦大型车辆 因为大型车辆呢 通常呢 就是后面这个可能是有老板的 结果呢 把大货车拦下来之后呢 就各种刁难啊 要么就超债 要么就乱挖 要么就土房不OK 所以把他们全部拉过来之后呢 开始罚款 那这个东西后来也被人家踢爆啊 所以中国现在是非常非常惨的 那中国到底有多惨呢 中国其实你知道吗 它一个月哦 地方政府债这样多了 两兆台币啊 这是很夸张的数字啊 因为之前我们就已经讲过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是三十五兆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是持续关注的 你知道吗 2023年1月底的时候 中国全国全国地方政府债是三十五兆 七千零一百 七千零十八亿人民币 哎 二月 我三十五兆了 现在变三十六兆 两千两百六十九亿 我还听到说 一个月增加了五千多亿人民币 等于是二点三兆台币的政府债 所以你也知道 中国政府是真的没钱了 那更惨事情是我看到一个数字 我真的昏倒 最近全世界都在通膨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中国今天公布他们三月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他们消费者物价指数是0.7 什么概念 美国都6 美国都7 台湾都3 全世界都通膨 只有中国是通缩 这是非常夸张 表示经济很不好 消费很不好 人民不敢花钱 所以这个数字出来 你看中国人存款暴增70兆 没有人敢花钱 所以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局部的问题 未来一定会未报 好 听飞 那就是最近有一个帖子 炸锅了 我想讲中国的退休干部 待遇非常好 可是我没有想到好到这种程度 他随便找一个普通的干部 普通干部你有离休费 有生活补贴 有书报费 还有洗头把的钱 还有什么债金补贴 电话费 加起来 一个干部 一个月 可以拿到21万多 那一般老百姓多少 一般老百姓 一万块都不到 对 21万台币左右 这人民币大概是4万多 4万多 那是一个退休的部长 这不是现任的 是退休的 退休就可以拿到4万多 那你知道 其实中国大陆 这21万8千台币 那中国大陆 我其实我看过他们的薪资单 我看过他们的官方的薪资单 就是说他们的本薪很少 但是他补贴非常多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这个项目当中 生活补贴就高达2万5千多的人民币 生活补贴和台币就已经11万了 离休费就是4万4 他的退休金其实只有一万块而已 但是他的生活补助费高达2万多块 你的电话也可以补贴 你的其他也可以补贴 你的班车也可以补贴 什么都可以补贴 然后再来你看到左下角 这个是一个战区的副司令 副司令他退休了 中将 中将缺退休的 你看到他的本薪 他大概离休费也是1万5千8百多块 这是人民币 但是往下看 有一个福利叫做6万2千280元 6万2千280元 再加上他的之前 前面的离休费来讲的话 总共一个月他可以拿到8万7千多人民币 将近有三四十万的台币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这个中将退休 一个月拿38万6千 一个中将拿38万6千 中将退休的中将拿到中间 国家GDP少这么多 你可以拿到38万6千 中共的所有的钱 大概是用在这个方面上去了 所以老百姓来讲的话 他虽然很穷 李克强不是讲过吗 他大概有什么 6亿人口在1千块人民币左右而已 月收入在1千块那边 你看到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中国自己有做过统计 将近有43%的民众 他们的生活地域 大概是一个1千块 1090人民币 那大概都是6亿人左右 6亿人左右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人 他只有占了中国总人口5% 也就是说 每个月可以拿到5千块以上的 只有5%而已 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在 1千 2千 3千 4千 一直到5千 其实你看李克强曾经讲过 就是说中国6亿人口生活在 1千块人民币 每月收入1千块人民币 以下 那如果根据中国 他们统计来讲的话 真正的一个月 可以拿到5千块以上的 就是只有5%左右而已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贫富差距非常大 特别是什么 官方退休的这些将领们 或是部长级们 他们拿到了 当然没有错 他们以前为国家贡献 没有错 问题是说 跟民众老百姓的 这个相关的差距 也太大了吧 将近四五十倍以上 等一下你还可以 补贴你的房子 你还可以有司机跟警卫 你不然有司机几位 你还有专用的医护人员 你一年还有四次的国内休养 一次休养可以三个礼拜 家属还可以参加 家属人数不限 你每年还可以坐头等舱 还可以坐商务舱 还有你坐火车 是可以坐软卧的 对 这些都是中共退休官员的福利 那你可以说是他特权没有错 可以说是照顾官员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老百姓的状况怎么样 中国老百姓的状况你看 将近有一半以上都是在贫穷线以下 然后再加上运收入也没有人到达五千块人民币 那你这样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变得非常重了 所以当你官员拿出来这个新字条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这是当官是好处 难怪一堆人想要去中国当官 所以董事长 我看到这个新字条我都吓坏了 一个中将退伍 一个月退休38万 38万是你看到的 你还有住房补贴 你还有一年可以去参加旅游 你还可以坐头等舱 坐火车还有软卧 你还有高级轿车 我没有想到中国高级官员的福利这么好 中国这个国家 它的统治基础是什么 第一个是共产党统治 中国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 那共产党员的真正的始终的 西中的大概三千万人 三千万人里面还有高级干部 我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在胡锦涛时代 胡锦涛时代 他要当到政部长以后 现在也是一样 他的规定就是政部级 他的有防保 医保 所以你刚才讲这些福利通通都有了 对不对 但如果副部级的话 很抱歉 你的医疗保险 你有致富额 所以当时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 开玩笑讲 他北京的朋友跟我讲 所以他一定要在当副部长的时候 很快就几年退休嘛 对不对 他要贪污 贪到两亿人民币 贪两亿人民币的话 就刚好把那个致富额补起来了 你在懂我意思没有 所以他有那么多福利 对不对 那这个中共的这个统治基础 他就是跟高级干部一起合作 所以他有个单位叫老干部局 他老干部各地老干部都要有人去招呼的 有专门的人去服务这些老干部 所以共产党员 跟你一休的共产党老干部 在他的社会里面形成一个叫特权阶级 因为你有这个特权阶级 所以你要帮我共产党卖命 帮我共产党欺负老百姓 然后统治老百姓 就是他的整个的权力跟统治的基础 就是有一批少数的特等人士 来欺负或统治大多数的韭菜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中国在欺负老百姓很多是城管 他现在中国真的没钱到 城管请不起了 这些城管要自己打包回家了 这些城管没工作了 城管本来就是编制外的东西 它是编制外的 你编制外还可以打人 叫他来就是在打人 你看以前那个大白不就是城管吗 他们有很多临时性的东西 他临时一找人 他就可以找一堆 他张三女士王五 他的亲戚朋友全部进来 全部进来吃吃喝喝搞完了 搞完没有就没有就算了 他很多这种在地方上的痞子流氓 他无事可干嘛 对 那这种警察跟谁的关系最好 跟痞子地痞流氓 警察跟痞子最好吗 所以就假如痞子来 叫痞子欺负老百姓 那痞子欺负上量老百姓 善良老百姓的时候 方法特别多 我以前有在微博上写文章 我还有一点几十万人口 几十万追随者 结果我经常上去看 有一天看到一个奇怪的新闻 说今天某某地方城管 上班的时候 带了一把斧头上班 我说奇怪 你带斧头干什么 带斧头干什么 城管带斧头 结果下面留言说 吴先生你不懂 带斧头是小意思的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这城管 他们这个国家就是 无法无天 有法律 但是法律是人在决定的 是特权决定法律 那城管本身就是一个 特权的边缘地带 那现在没有钱了 本来就回家吃自己 继续当痞子 接下来台湾有一个重东西 我们都没有想到 台湾的军火工业 竟然可以走到这一步 现在这个是由美国的 太平洋陆战队退役司令 鲁德他要率领 25个美国的军火厂商 所以不是民间的 他居然是由太平洋陆战队退役司令 鲁德率领 他们来台湾 来台湾跟台湾来谈合作 来谈合作 我们不只是要跟美国合作 现在捷克跟瑞典跟以色列 也说可以跟我们合作 代表台湾的军工产业已经走出去了 走出去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因为大家 现在当讲的我们的IC 我们的半导体不用讲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很好奇 台湾的无人机 可以走到怎样的程度 对 因为今天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震撼了 是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卢博公开讲了 他公开讲说 在5月时候 美国太平洋陆战队的退役司令 会率领美国25家军火产业来台湾 不是卖军火 是商讨如何合作 研发制造军火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所以美国很多的军火 是由台湾来做了 对 因为过去都在讲什么 讲说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都买美国不要军火 最近已经变成美国现役的军火 可是问题是 这一次我必须讲 是台湾军工产业原年 未来这25家厂商 是来跟台湾讨论 如何研发跟制造军火 今年是台湾军工产业原年 当然是 因为韩博洛特别讲清楚 对于这些美国来说 对台湾最有兴趣是什么 无人机 包含空中水面跟水下无人机 以及弹药有兴趣 所以在美国角度 对我们的弹药跟无人机 对 所以为什么对台湾来说 对无人机是有兴趣 原因是我们去拆解无人机 所有的这个可能需要 零组件 包含镜面设计 包含图像处理 包含机身 包含光学镜头 包含天线 包含电池 台湾可以一条龙 我们都可以做 连美国都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以前讲说 我们的飞弹研发非常久 我们的飞弹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雄山飞弹 全世界都来这里做探索 可是那个最精密的陀螺仪 那个固体燃料 我们还是要美国支持 可是无人机不用 无人机我们都可以自己来 不好意思啦 讲到无人机 我们台湾是从头做到尾的啦 连晶片 比如说我们晶片设计是联发 和晶片制作就是台积电 图像处理就是联永 机身 晶尾 航态 光学 镜头 天线 电池 各自都有各自的分工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画面 是这一次监视苏州建的这个画面 这画面有非常非常多 这个高清的镜头 这镜头我先跟大家讲 你可能觉得说不是很好 对 懵懵的啊 他已经做过以下后期处理的 他没有 因为我们在公布 国军在公布的时候 没有要让中国解放军 知道我们精密程度到什么程度 可是就我们了解 目前这个监控就是由 瑞焱无人机来去监控的 瑞焱无人机号称台版MQ-9 它是可以制空时间超过10个小时 飞行半径120公里 时速超过180公里 但是又可以把解放军的所有军舰 造得一清二楚的一款 有百分之百中科院研发制造的无人机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来说 当然压力很大 可是对于美国来说 却引起极大兴趣 所以这一次他们特别来点名什么 我们的无人机 可是你来看他点名一个什么 叫做无人水下载机 他说水下无人机 所以我们的无人机是空中水面 水下都可以做 对 因为就我了解 真的韩伯如讲的 对 因为就我了解 海洋大学其实一直都有做什么 无人的浅舰 你在海洋大学毕业的 对 我那时候就有学长 在措施班说 你就做无人水下载具 因为浅舰起来麻烦 变成3D而且还有胶体 所以无人水下载具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特殊的技能的 而且它的所有不是靠视觉 而类似蝙蝠一样 靠深波打出去反弹 来建构整个海底面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 你看他对台湾有兴趣 空中的 水面的 水下的 全部都有兴趣 这台湾优势中的优势 另外有趣的事情是 信传媒这边写一个幕后 他特别写一个独家事 不只是美国 连捷克跟以色列都要来台湾 去做各式各样的军事的合作 这才是让我们觉得说 真的很有趣的部分 捷克跟以色列都来了 对 我们知道捷克有些已经来了 表达他的兴趣 以色列 以色列是军工强国 以前我们的飞弹 还是去抄袭以色列的 连以色列都要来谈合作了 而且除了美国捷克以色列之外 日记亚洲还另外爆料 瑞典也要跟台湾来去做合作 我一个个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讲是这个原理 第一个 美国对台湾有兴趣的是 无人载去 对不对 我们跟以色列可以合作什么 以色列最厉害是防空飞弹 以色列的铁球 对 以色列的铁球防空飞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们最近有个系列叫做铁梁防空飞弹 是做什么 雷射炮 雷射炮去打什么 打下无人机 用雷射瞄准无人机 无秒钟把这无人机打下来 所以台湾跟以色列合作方面 一定是在大数 人工智慧遇上方面 台湾跟以色列可以做全面的研究 对不对 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把铁球系统 来去植移回来的话 对植移到台湾 移植到台湾的话 甚至购买过来的话 不好意思 老共打台湾的时候 一定是先万诞起发 我们有铁球系统的话 很多低空防御的话 铁球系统是可以帮助我们合作的 好 捷克 捷克三月底的时候 不是议长带队过来吗 你知道我们跟捷克要合作什么 捷克我们上一段时间跟大家讨论过 捷克做自走炮非常非常厉害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自走炮 我们不需要他的炮 我们需要捷克自走炮的什么 底盘啊 我们需要捷克自走炮这个 车载底盘啊 因为这个 那个很难吗 这个车载底盘 不好意思我们做不出来 做 捷克有Skoda 我们做不出来 捷克从过去奥匈帝国 到后来到这个所谓的冷战时期 都是巨购产业大国 所以捷克的这个自走炮里面 它的底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可以在这么恶劣的地形来去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 它这是属于这种全地形的底盘 而且你要知道这种军工底盘 跟一般的卡车是不同概念的哦 因为一般 比如说我们在上面装这个地队件 或地队空的飞弹的时候 那个飞弹往上发射那一瞬间 压力很高 底盘压力是平常10倍20倍来算 所以捷克这个底盘做得很好 我们可以买来干嘛 专在我们的熊身上面 我们所有未来海风大队 这是捷克的车子 对 在这种泥巴路都可以走 对 在这种泥巴路都可以走 状况之下 对我们来说是全地形布置嘛 那我们海风大队现在最需要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可以隐藏在深山 对哦 对啊 我们海风大队上面摆的是熊身飞 那是我们自己做的嘛 熊风飞那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我们要有底盘跟轮子 对 底盘跟轮子 我们可以跟捷克合作来做 那瑞典呢 因为日记亚洲特别爆料说瑞典 对不对 那这个瑞典我们到底要跟他合作什么 我跟大家讲 在俄乌战争中 那个神舰导引飞弹 就是瑞典跟美国做的 这个神舰导引飞弹 清纯打击的 对 射程可以50到100公里 误差只有两公尺 它完全你不要把它视为飞弹 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具有导航精准打击功能的弹药 它其实就是导弹 M982神舰导引炮弹 就是瑞典的 对 就是瑞典跟美国合作的 那里面非常多的机变 空中机变 我认为跟台湾合作 都可以加强它的精准度嘛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 不是只有美国啦 未来捷克 以色列跟瑞典 都有合作空间 所以我讲到这边 算不算台湾军工产业元年 当然算 而且对于台湾来说 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叫做什么 军用商规无人机 什么叫军用商规无人机 对 我们中科院其实早就规划 台湾其实有五款无人机 有这五款包含监事用的 包含幕货型的 包含监真型的等等 这东西就是所谓的 军用商规无人机 简单讲啦 平常就是做商用商业用途 打仗的时候就变军事用途 所以对台湾来说 我刚刚讲这么多 如果没有美国同意 以色列怎么敢来跟台湾 捷克怎么敢跟台湾 重点是台湾怎么敢跟他们接触 对 而且这些东西 在各式报道中都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讲台湾 现在是军用产业 原因就在这边 另外一件事情 美国商会还特别爆料 韩伯罗 韩卢伯特别爆料说 他们美军还对台湾一向有兴趣 对于弹药制造很有兴趣 所以刚刚吴总讲是真的 以前波湾战争 你的死弹 你的很多的炮弹 是台湾供应的 我们台湾现在很多榴弹炮 什么都是台湾自己做的 所以台湾是也除了无论机 听说我们那个子弹 是全世界最好最便宜的 我们的年轻兵工厂 是可以做出很好的子弹的嘛 所以对我们来说 美军现在遇到一个状况是 发现俄乌战争打飞弹的量 根本供不应求嘛 美军一个月生产一万多发嘛 可是俄乌战争一天要打六千发嘛 所以对美军来说 它要扩产 从一个月一万多发 扩产到一个月九万多发 还是不够用嘛 我如果对付俄罗斯 我都要这样 我都不够用了 我都要这么多炮弹 我对付中国不是要更多吗 那如果我对付中国 要这么多的话 台湾你只好自己努力啦 所以台湾便是这样子嘛 你现在给台湾两个方案嘛 一个方案是说在成平时期 我尽可能在台湾多囤一些武器嘛 第二个你台湾又能够长大到 你有能力自己制作北约跟美国标准口径的大弹的子弹嘛 或者这飞弹嘛 所以你看韩儒博特别说台湾方面对无人机空中水面水下无人器以及弹药有兴趣嘛 所以这东西是双方可以对接的嘛 也是未来实战很需要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美军的这个顾问团 或是美军的采购团 或是美军的这个军事团 如果过来 真的是会让台湾的军购产业脱胎换骨 好 会成 台北的合作已经超过过去二十多年 跑政治的一个想象 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样一步步 刚才讲 你现在不是军事上有大量的松爆 第二个是 今天国务院居然讲 他要帮台湾什么 加入国际组织 以前都是你在挡我不可以参加国际组织 你现在帮我加入国际组织 现在还有讲吗 我在接下来有一个台美科技合作 台美科技合作 我看吓一跳 原来我们的厂商 为什么现在可以跟在军火产业 半导体可以这样接轨 原来我们的厂商跟美国 已经可以直接坐在同一个桌上 直接面对面的谈 而且美国已经可以来台湾 考核我们的安全设备 他确定你的安全 你的 比如说安全调查何可之后 两边谈技术何可 没有不可以合作的 是 把这个 五月份要有大事 要有大好消息出来了 为什么是五月份呢 今天你刚刚一开始提到了 国务院跟台湾这边同时 在美国发布了一个新闻稿 什么新闻稿呢 就是他们竟然宣布 支持台湾参加 五月份的WHO 而且呢 还要希望可以 我们可以协助我们参加 国际民航组织 ICAO的这个相关组织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也要协助台湾加入WHO 那你想说 美国国务院 对 而且是官方正式新闻稿 今天跟台湾这边同时 在美国那边发布的 所以你就知道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以前可能只是 私底下帮忙 现在要全面性台面化 而且这是五月份 要进行的一个大戏 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刚提到 都是在美国这个主要的大戏 另外一个部分 台湾这边也有好戏要登场 什么好戏呢 竟然就是 由台美科技合作的会议 要有美国的官员率团 这个官员率团 可是真的是很多不同面向 包括国务院的白宫官员 包括国家科学研究院的 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包括美国国家标准 跟技术研究院的 还有美国海洋纪大气总署 这些研究机关的首长 都要来台这边与会 他们与会要来看嘛 他们可不是来进行一个 纯学术性的研讨 不是 他们是来参观我们的 新竹科学园区 国研院太空中心 半导体研究中心 跟国网中心 所以这个方方面面串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防的安全产业 所以说五月份 二十五个军工产业 那只是一部分 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 包括国务院白宫官员 美国国家科学会 连NOVA都派人来 夸张是什么 我在半导体生机的脑科技 自然人工智慧 太空领域都要合作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 就是美国的外交委员会的 主席来到台湾的时候 不是讲一句吗 说什么 你们台湾其实也可以引进 Starlink 但事实上 我跟你说 今年一月份有一个新闻 什么新闻呢 就是我们台湾的太空中心 竟然要主导 变成一个低轨卫星的国家队 所以这样子两个相交结合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美国不断地希望 台湾可以在发展 国防军事各个方面 甚至连低轨卫星 也是他们引头 希望我们可以慢慢建构 自己的一个国家队 我想说为什么你要需要低轨卫星 因为你的海底电缆会被切掉 对 就是因为前一阵子 海底电缆被切掉 所以这代表什么 美国非常注意台湾的一个讯息安全的问题 而且我讲到了国防 你除了是军事上的一些武器设备之外 最重要的是在通讯这个 尤其是现在的一个太空站 事实上很多是靠这个通讯 所以为什么要有低轨卫星国家队 为什么低轨卫星国家队 所以在今年才说要宣布 美国这部分就有人要率团来 所以美中的高科技的合作 甚至应用化实用化 其实真的已经是越来越扎根了 而且看那个报道里面 我觉得非常惊讶是 原来上次王美华率团到了美国去的时候 原来他带团的那些人 是真的跟美国的对口厂商 是坐下来坐在同一个桌上面对面的谈 对 现在其实呢 他们就是点到几个方面 刚刚提到一个是军事方面 还有一个是什么 其实就讲到一个电动车 而电动车现在已经 整个经济部长次长 他就直接讲了 他说这个台美对话这个建立 已经可以让台湾跟美国的 实验室跟设计规格进行合作 实验室合作 连规格意思就是说 连规格也有台湾所扮演的角色 以前台湾体都是帮你代工帮你生产 现在没有想到连规格的设计跟制定 台湾实验室这边也可以参一己之力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发现 现在双方第一次谈到通讯安全 研判美国未来所有的产业发展 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要求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台湾现在跟美国的合作 可以说是从一般的产业到飞机这个部分 到飞载这个部分 甚至连通讯这个部分 全方位的台美结合在一起 而其中有一家公司其实可以看出来 就说为什么台湾在未来尤其是美国军事产业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你看这家公司什么叫千副机密 千副机密 这家公司讲起来实际很有趣 在三四十年前 他一开始最重要是做什么 是做制协机的那个机子 他们就说他们以前是全台湾 大概有六七成的制协机的这个机台 都是由他们出来的 那你想说制协机的机台 这跟那个高科技才有什么关系 那跟军工才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就你知道吗 原来后来人家那个汉翔 他们想要弄那个IDF的时候 就发现这种机密 他原本是这个制协机 就是变成是所谓的结帮 就是你鞋皮跟你的下面的底部 你又弄在一起 其实他要非常精密的 要把它打在一起 你这样子整个鞋子的形状才会出来 就鞋帮子要打好 对 所以他现在竟然把这个 运用在他们相关的飞弹 或者是他们控制仪器上面 然后所以当时他就成功的 打进去了这个相关的产业 而这一次签附也是因为 跟国防部有个相关的合作计划 结果洛克希德马丁 来到跟我们国防部合作的时候 国防部就牵线说 我们有一家公司叫签附 其实他还蛮厉害的 结果后来洛克希德马丁 就实地到台中签附的工厂去看 看一看之后就说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就这样一试下去不得了了 竟然一试下去就发现成本 比他们洛克希德马丁 德国自己工厂还要来得低 而且设备跟他的效能一样的好 所以后来现在竟然 有一个专门的型号 爱国者飞弹三型 三号这个型号的一个金属箱 竟然六到七成的业绩 全部由先赋这家公司所取得 原来说 它的焊接技术独一无二 焊接技术就是一个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飞弹箱 飞弹箱要有三百多个零件的焊接电 而这个零件的焊接电 你只要有一点点没焊好 你就会出问题 它不能焊好了 焊得完全的 完全的密不透风 不透风不透水 不透水之外 它会做的价格 我可以大幅的下滑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给吓死了 真的是吓死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他就说 他说我要在沙漠 我要丛林 我在所有的 惑力环境里面 我都要可以运作 因为不能卡弹 飞弹可是不能卡弹 他直接跟你说 他这个金属箱 有三百个零件焊接所组成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取得 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个认可之后 每一年台中的中科厂 就要出货六十个控制箱 九百多个飞弹后推的一个 推进器的外科 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他就说 他们光是焊接这个人 至少要有两到四年的经验 而且有两到四年的经验之后 他还要送到去洛克希德马丁 去学习 至少半年 至少半年之后 还要就是取得 他们美国相关的证照 所以他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现在 现在他们有开玩笑说 有一个地方 那个厂区 就是洛克希德马丁 专门生产相关的金属 盒制给洛克希德马丁的 你要进去那个地方 不好意思 旁边有一个养鸡台 什么意思呢 你所有的手机 全部都不能进去 只能放在那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台湾这 外国的这些厂商 包括军工产业 觉得非常眼亮的地方 就是三四十年前 只是做一个 做鞋子的 解放厂的一个公司 三四十年之后 竟然有办法 帮洛克希德马丁 做金属的控制台 这一段的描述是跟你刚刚讲的 原来你今天要做美国的生意 你要跟他做任何的合作 刚刚讲 你的很多的员工 你要送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去受训 包括我们的F16 F16我们刚刚讲的 你的外壳的贴皮 你很多的动作 他们来交给你证书 还有这一段很妙 老婆我们看这一段 生产落马产品的员工 都要进行文件资料管理 跟防护的训练 而且要签保密文件 刚刚讲到的 在这个贴了中华民国国旗 跟美国国旗的这个地方 我们每个人都要进行高度管制的 对 除了管制之外 他把你的身家调查 都已经调查了一遍了 他包含你的所有的亲朋好友 可能都会接过美国的电话 亲朋好友 对 来了解说 那到底过往的背景是什么样 然后是不是有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是不是有被对外吸收过的 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一个 所以如果我在这里工作 我的亲朋好友经常去中国 我搞不好也不行 对 所以这个事情很复杂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 我们在这之前 准备要接美国的这些 相关的合作案的时候 很多的单位 其实都已经被要求了 未来都要跟中国 做切八段的这个动作 因为你不切八段的话 那你每天在那边混在一起 有可能不小心就把这个 机密整个搬到中国大陆去了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这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军工业受险不得了了 因为那个产值 你知道现在来讲的话 整个军火市场大洗牌 主要俄战争发生之后 整个俄罗斯武器 是基本上不能用的 那你看到这次马克宏 现在都是北约武器 跟这个美式武器 那马克宏其实到中国去了 其实也在寻求新的市场 中国事实上也希望能够 从法国拿到军事武器的 他也想卖军货 因为他不可能拿俄罗斯武器 打台湾 因为打不了 他打不了美制武器 所以唯一在全世界 可以跟美制武器来批敌的 就是法国 所以他如果可以从法国拿到 偷到军事科技的话 那不得了的事情 他未来可能还会再模仿 法国的相关武器 所以这才是一个 我记得我好几年前 2013年 2012年的时候 当时黄岩岛事件发生的时候 南海世界开始在发生冲突 开始紧张的时候 我2014年突然间 有一个法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跑来找我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以前从来没有法国国防部的官员 来找我们过 东南都是美国的 那我问他说你来干嘛 他说我们来了解一下 整个台湾的军火市场等等之类 我说那你下个行程去哪里 他说去河内 因为他整个来讲的话 趁着这一次的南海这一波的紧张 他法国想要在东南亚兜售武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只要哪个地方有紧张 哪个地方就是武器 法国就想卖武器 就是军火的一个重要市场 那当然现在法国 它能不能进入到中国市场 那是会被限制住的 因为欧盟来讲 它有一个统一的 对中国的军火的政策 特别在北约的管制下 对 在北约管制下 但是问题对台湾来讲的话 那问题是现在都是美制武器 台湾已经不太想去买 法国的武器 从以前这个拉法叶建之后 那个引清风命案之后 其实军方都有所顾忌 你说我们被法国出卖过 对 当时军方跟法国签署的 这个相关的契约的公司 叫汤姆森公司 那汤姆森公司 竟然呢 竟然找了几个 因为我们跑到中国大陆 把相关机密拿到中国大陆去 中国大陆后来发展出哈尔滨建 很多人怀疑说 是不是跟当时拉法叶建 里面的相关东西 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你说法国人 卖我们拉法叶 然后把我们拉法叶的设计图 交给了中国 中国又中这个 去设计了哈尔滨建 所以感觉好像是 一箭二吃 一箭二吃两边卖这样子 事实上对法国来讲 重要的就是金火市场 而且他的公司 他的佣金其实是合法的 对法国来讲 他们是固定要 所以说法国人不能相信 对 所以就因为法国到处想通吃 所以你看到马克宏 他的态度摇摆 一会儿就说好像跟美国在一起 一会儿要跑到跟中国在一起 跟普丁又在一起 所以像这种 很多人说法国男人不可信 不是说法国人不能信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因为他太讲求利益了 或是太讲求机会主义了 所以才会造成 现在目前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以前军方 曾经吃过法国的亏之后 现在大部分的武器 都是改裁美制武器 那现在好不容易 有一个东欧市场 捷克的军火商 还有甚至以色列的军火商 未来到台湾来讲的话 可能在台湾来讲 发展军火工业 能不能未来 能够再生产之后 再转移到第三地 这个就要看美国 要不要授权给我们 那如果可以的话 台湾可能未来下一个 护国社三就是这个军火工业 好 对 董事长 现在好奇是 美国现在是玩真还是玩假的 美国现在说 我现在跟你要有 所谓的军事上的合作 在科学上的合作 你到底是 只是把台湾当一个排打 还是说 现在台湾的地位 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比过去好很多 这是事实 但是到底玩真要玩假的 这样简单点 这个东西大国博弈 一定是半真半假 半真半假 台湾去刺激老共 然后去交易到一些好的东西 他有太多的环球的一个谈判 可以进行 有北韩他可以交易 他的中东他可以交易 他俄乌他可以交易 台湾只是 我们只有一张牌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讲的话 我还以为说台湾出文啊 我说台湾的军工产业 可以发展了 半真半假 台湾的总GDP 只有现在六千多亿 不到七千亿 对不对 你再怎么发展 美国是二十几兆的GDP 你能搞 你能搞多大 另外一点 军工产业在全世界上讲的话 它的量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值很困难 它是高品质 然后低数量 然后高价格 价格非常非常贵 然后很难开发 因为它的规格非常困难 它是属于杀人性的武器 好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其实美国或全世界的国家 对于未来几年都会高度重视 台湾的军工产业的发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在前几个礼拜 讲过一个台积电 搞了一个AI联盟 对 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的演算技术 已经在全球算名列前茅 对 甚至于我们远超过像捷克这种国家 所以当我们的演算技术强的时候 IC等于什么 产品 IC就是产品 那产品是什么来的 就是我们的IC设计能力 加上专业的know how 比如说这个是叫做military know how 军事know how进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变成我们的IC了 那这IC成功以后 那就会变成武器 就那么简单的一个等量代换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点都不困难 那我们具备这种演算能力 具备这种未来的AI的这种自主设计能力 这个全球我们是可能是名列前茅 独步全球 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它非找台湾不可 这是必然的趋势 你看那25家可能是暂时性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分工合作 后来还会再来 会越来越多 因为有高机密度的一定要找台湾 我讲的这25家 我不要看背景我就知道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过去三十几年四十年来的军售 我们对美军售的时候 一直被人家立法院都说 我们台湾是凯子对不对 我们买的武器比人家贵对不对 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原因吗 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叫做工业合作 就know how transfer 所以它一定要把它的生产部分 要转移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十年 其实这是一个很烂的一个点子 非常艰难的任务 因为我们譬如说买66架 譬如说66架F16对不对 那有部分就要到台湾来生产组装 像我们这一百多架 现在汉翔 现在开始要开始性能提升 我们它的包括涂料 全部要隐形涂料 终终来了对不对 这些技术它部分要转移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付很高额的 所谓的技术转移费用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学到了 我们有培养了一些厂商在那边 因为我每买一批东西 我就要找一些厂商来接这个工业合作的下游 所以我们的军事单位 我们的发包单位就会发包给我们民间 做的东西很少 非常贵 然后品质又不好 被大家干得要死 然后价钱非常高 对不对 然后效果非常差 一直这个公和这个公和这个案子的方案的执行 很不顺利 但是现在你累积到几十年下来之后 是不是已经有一厂商存在了 对 所以如果说有产量问题的话 我现在回到产量问题 像俄乌就是产量问题 对 俄乌现在刚刚正好讲很对啊 它一天的乌克兰一天要打 六千到七千发的炮弹 对 那你俄罗斯一天要打六万发炮弹 那个量是全 你已经看到很清楚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冰工厂 炮弹工厂全部加工给它 它不够用 那它要不要找到台湾 要找台湾 台湾一定有 我都怀疑台湾早就干了嘛 我们早年 我们台湾以前在二三十年前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炮弹跟子弹 跟传统的步枪 这些清兵器的全世界第一名的 那时候比超过韩国 比韩国还要大的一个军火工厂 因为那时候我们资源越南 对 所以我们资源我们的六林冰工厂 就干这个事情了 所以所有的越南部队到台湾来休假 你记不记得 其实后勤补齐全部是台湾供应的 因为我们供应越南 把台湾的经济 那时候搞起来一段时间 四小龙有个关键 就是越战 越战我们台湾赚到 这叫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的冰工厂 这样的时候也建立得非常好 包括我们的中科院 同一个时期 就是那时候整个奠定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是有基础的 现在看到的 但是都是表面的 我认为未来更核心的部分 应该是AI的部分 那个部分就涉及到 你非常多的雷达的问题 包括你画图软体 画图的硬体 包括演算的问题 这些东西台湾是最好的 他必须要跟台湾合作 唯一的选项 好 玉封 刚才讲的 现在美国 很多都冲着中国而来 今天开始的美非肩并肩演习 之前讲 为什么中国三天演习赶快结束 我不能跟美非肩并肩强迫 而且美非肩并肩强迫 可能不好 他从动员集结 然后开始进攻 甚至炸船一气呵成 对 这次来讲的话 其实美非的肩并肩已经做了很多年 但这次特别厉害 因为他的人数是double 过去来讲 美国大概就五千多人 今天拉到一万多人 那你想嘛 你在那么快的时间之前 你要集结 你要怎么集结 他们这次从哪边拉 从日本拉 第三的海军陆战队兵团 他们做两件事情 一个搭这个突击舰 抵达菲律宾 另外一个是做这个全球霸王 这个吸妖拐飞过去 那么吸妖拐这件事情 其实跟台湾非常有关系 因为吸妖拐还有一个强项 就是说他可以短场起架 他不用那么长的时间 你不要那么长的跑道 他就可以短场起架 那么短场起架 他在过去21年的时候 来过台湾 来过松山机场 所以大家就想说 如果他可以这么快的时间 从日本把第三这个海军陆战队 拉到菲律宾去参与这个军演的话 那就可以来台湾了 那就可以来台湾 因为来台湾那一次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防卫专家 有去现场看说 到底你因为松山机场 是一个军用民用核用的人 那如果你吸妖拐来的时候 能不能够顺利起架 我们的松山机场 在城市里面 跑道特别的短 那么他可以下来之后 大家还想一件事情 能不能离开 他们可以快速的离开 所以在那一次的时候 就看到吸妖拐 把这个参议员给占走的时候 是短场 然后瞬间拉伸的 所以这一次的话 这两个事情就match在一起了 如果他们可以从日本的冲绳 把这些第三海军陆战队 给拉到菲律宾 那就可以来台湾 对 也可以来台湾 那么这一次呢 在菲律宾这边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海马市 那么今天这一次 有个很特别的 过去菲律宾的一个 一个废弃的船舰 把他拉到菲律宾的西部外海 就用海马市 用多管市的火炮 来瞬间的给打掉 所以从运兵 然后从炸船 是用海马市炸 对 就用海马市 把他给打掉 为什么老公这一次反应那么激烈 因为他就是做给你看嘛 只要日本的兵可以拉过来 那日本冲绳的兵 美军也可以拉到台湾 那么如果菲律宾 也可以熟悉海马市的话 那你把这些地震 把这些火炮 把这些弹药 给布阵在旅宋岛那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跟台湾 这边只隔一个巴士海峡 所以我傻傻的以为说 你今天就是去炸船 以为就是跟过去的军演一样 然后过去刚刚讲的 我的语音直升机 我的CH47 我这些战舰 怎么样的配合 我怎么去作战 可是你说这次的关键在运兵 我怎么快速的从美 这个美国本土把兵运过来 我怎么快速的把日本 从日本运过来 我如果可以很快速的 运到菲律宾 那这一海之隔的 台湾就更近了 对 其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菲律宾 原本五个基地 再加四个基地 然后原本是八千万的 美元的投资 现在拉到一亿的投资 那把这些都给建制好之后 你有Foundation之后 再加上他们的联合兵演 已经跟科目都 以前跟过去不一样 他已经是建制南海了 所以未来把台湾 也包覆在里面的话 其实他就做给老公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菲律宾已经站在美国这边了 这是真正的肩并肩 那在未来的话 其实在所有的南海 甚至往上到台海 甚至台湾的东部 其实都是在他们这一次 可以的打击范围里面 好 那有一个我也不懂 老公不是这样 你讲说在下个礼拜开始 我有三天 我要把台湾北部航空 我要做一支进航区 说进航区 他就很紧张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说 我们台湾去抗议 然后台湾抗议抗议抗议 有什么 三天本来进航三天 变成27分钟 见鬼了 我才不相信 台湾抗议 你就会从进航三天 变27分钟 对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他在画面上 这个地方限制区域 其实他是在台湾 85外海 弄一个进航区 但其实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敏感 因为你其他的商机 日本 韩国来 都有可能经过这个附近 那你现在说三天 那其他的民用客机 其他的商用客机 你说三天就三天吗 对 在台湾 台湾海峡 北边就这个区域里面 台湾85里 85里的地方 设一个进航区 本来是要16 17 18 三天 对 然后他直接通报我们 他们是用什么 他是用服务电报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其实是台湾 应该是来一个责任区 他用服务通报 就讲说我要弄个三天 这个不是长熊 这不是商量 这是通知 那我们这边当然是傻了 这三天 难道所有的民用机 商用机都不经过吗 难道我们不去日本 日本不过来吗 所以在快速这样沟通的时候 你觉得是台湾吗 我觉得恐怕不是 一定是美方 或者其他的势力来讲 但是也是很那个嘛 你看马上就改了嘛 变成27分钟 所以他的反应 其实老公这边也是非常快 陈吉仲今天又哭了 大家整理一下 老百姓缺带的时候他不哭 鸭蛋长家他不哭 猪肉长家他也不哭 可是呢 今天他爸爸种冰郎哭了 爸爸种红豆也哭了 爸爸种茄子也哭了 爸爸养猪也哭了 今天他是农委会升格为部长 他又哭了 他祖坟冒清烟了 他哭着说 这是农权运动的历史时刻 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以前有所谓的520农运 对 对那在以前那个背景下 当然农民的福利是很差的 而且甚至以前连肥料都不可以自由买卖 对 还要用稻谷去换肥料 而且农民连健康保险都没有 农地也不能自由买卖 所以以前啊 520农运的时候 农民提了8大的诉求 那这8大的诉求 其实都已经都大部分都做到 而最后没有做到 也就是第8个诉求 就是农业部的成立 所以农委会 叫会 就是一个临时的组织 那现在农业部终于成立 那成立这种当然是哽咽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就是农业部 开部第一个部长 当部长了 对 所以他的历史定位 他从一个抗争的农运工作者 这样一步一步走到 可以变成开部第一个部长 他怎么不感动 对不对 我们记不记得 他上次什么时候讲感恩又感激 什么时候感恩又感激 莱猪开放的时候 美猪开放的时候 他讲感恩又感激 对不对 以前他当陈教授的时候 他怎么说 莱猪绝对不能开放 开放的话 会对台湾农业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打死党大党 就要过了几年 他变成大主委了 这时候又变成感恩又感激了 所以说这个双标的表现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 曾经中哪一句话可以相信 哪一句话不可以相信 他之前一直告诉我们说 台湾的弹部缺 然后呢就在测济 测济1450就告诉我们说 弹部缺 还有人讲说 他一天可以吃两个弹 三个弹 就还监控公共讲 这个弹的问题 到明年都还缺 这个弹的问题要怎样 是要定期进口弹了 对而且他今天 在今天面对记者 也讲了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话 他就说啊 我们农委会监控的资料 有问题 他作为农委会主委 承认了自己农委会 监控资料有问题 记不记得前阵子他一直说 一天才缺50万颗弹 没有影响没有那么大 就养鸡协会理事长说 没有我们一天缺400万颗 他什么都不懂 对到底谁正确嘛 那事实证明了 台湾真的缺了非常多弹 那缺了那么多弹的情况下 他现在就紧急开放之后 现在八国联军救台湾啊 而且啊 其实你在 你要在国际上去买弹啊 你没有签长约是难不倒 为什么 因为我这 我养这些弹给你 我可能说 我只卖一个月给你 卖两个月给你 那我剩下的基要怎么办 对哦 对 我这彩销怎么办 所以说陈吉仲 去拜托这些场上进弹的时候 其实签的就是长约 也就是说 这些弹要一直进 一直进 一直进 他当时就在骗我们了 对啊 那他现在就说 我们都 他都是为了小农 但为了小农 会去进那么多鸡蛋啊 没有 我觉得啊 中华民伟有一个奇迹 是有一个部长 他不断地哭 不断地说谎 然后呢 他可以不断地升官